谁才是NBA民宿心中的最强的阵容 在2011年时 美国TNT做了一趟节目 找来了六位NBA的民宿 用选秀的方式 组建出他们心中的最强阵容 而很有意思的是 手握状元签的八爵士 却没选敲弹 节目效果直接拉满 先和大家讲一些规则 球队大名单 为至少五次入选全明星的球星 和12位的外卡的球员 作为球队经理 参加选秀的六位嘉宾 分别是非洲 科尔米勒 韦伯 麦克海尔 和肯尼史密斯 他们将采用蛇形选秀的方式 挑出自己心目中的最佳阵容 每人每轮有24秒来做出选择 另外节目时间是2011年 所以说后来名声确起的库里 字母哥等人并不起眼 甚至就连詹姆斯 还没能收获生涯的手冠 但不用担心 这六位嘉宾选择的球星 依旧是让我们耳熟能详的球星 都在历史中占据一席之地 选秀顺位由六位嘉宾入选 全明星次数来排序 因此巴克利获得了状元钱 但没想到他的这个状元 选择放眼力时也是相当炸裂 这波操作直接给在场的众人整闷了 主持还提醒一下 你不考虑乔丹们 而巴克利则是这样的回答 虽然乔丹很厉害 但这个比赛是表演赛 所以艾弗森才是第一选择 而史密斯则表示 咱这可不是表演赛啊 是选择历史最强阵容啊 我的哥 但大局已定 于是艾弗森就在这样一个有乔丹的选秀中 成为了状元 不过感觉巴克利在故意整活 毕竟这是个综艺节目 巴克利还是深暗其道的 手握榜眼签的是麦克海尔 他选择前还不忘挖苦一下非洲 本来我也要选艾弗森的 结果被你截胡了 而麦克海尔也没选择乔丹 而是选择了自己的队友大鸟伯德 理由是伯德能让所有人变得更好 他只用了十次投篮就能统治比赛 而手握炭花签的米勒 做梦也没想到乔丹竟能留到现在 第三顺位竟然能选到历史最佳 我当然是选乔丹 你们认为我是开拓者吗 没想到当年选秀第三顺位的乔丹 在手握六冠于五座MVP后 车次的选秀顺位还是第三 四号签的韦伯被前面三人的操作正当机了 在一片呼喊慎重 直到最后的时刻 他才选下了张伯伦 第五位是科尔 此时的他还不是勇士的主帅 但他却给出了自己的选秀要求 内线防守与速度 他淡定的说道 我只想赢 所以我选拉塞尔 选完之后 科尔还不忘嘴炮一半 第六位是肯尼史密斯 在那个小球还未胜行的时代 他也选下了一位中分 天沟贾巴尔 自此首轮选秀结束 谁才是NBA民宿心中的最强阵容 六位NBA民宿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首轮选秀结束后 第二轮开始 因为是蛇行选秀 所以第二轮一号签 落到了史密斯的手中 在选下贾巴尔后 他又选下了魔术师约翰逊 二者一同缔造了胡人 Showtime时代 应说二人的缺点 则是外线投射较差 内线有些拥挤 在首轮选下 拉塞尔的科尔依旧稳定 保持了防守为主的目标 他选下了老队友皮盆 轮到韦伯时 他又发起了仇 又是在最后时刻 选下了昔日的三双王大欧 搭配得分能力爆炸的张大帅 这样的组合的确不容想去 首轮简陋乔丹的米勒 选下了乔丹同届状元 大闷奥拉助网 米勒表示 我们是一支防守无解的球队 没人能在乔丹与大闷面前得分 而这都是攻防一体的巨星 但考虑到两人的性格 如果是93年后 两人搭配应该十分的完美 但如果是在80年代相遇 两个血气方刚的球霸 可能会闹出一些矛盾 当然也不排除两人化学反应良好 而立志要组建全绿军的迈克海尔 这轮直接从紫金军团挖墙脚了 奥尼尔是最有统治力的内线 虽然他的颠纷期是在胡人 但最后一年却在绿军效力 直播操作直接给阵中天理员大将 最后就是巴克利了 主持人调侃道 你要选土耳其人嘛 特克格鲁还没人选呢 但巴爵士这轮的选择 还算是比较正常 他选下了摩西马龙 两轮选完后 选下的12人中 足有6位超级中分 还有乔丹魔术师与大鸟 这样的身手全能的外线球星 而这也体现了当年那个时代的概况 媒体与球迷对外线的期待十分有限 身形高大的全能选手 更会被人们青睐 两轮下来 巴爵士的阵容相较于其他人略显单薄 但他的第三手选择却神来一手 直接逆转了大局 谁才是NBA民宿心中的最强阵容 6位NBA民宿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在巴克利用状元前选下了艾弗森后 他陷入了一番窘境 然而在第三轮飞出 直接选了邓肯 摩西马龙加邓肯的组合 碰上谁都不许 但邓肯与艾弗森的奥运会记忆 有些不愉快 之后迈克海尔保持本性 选下了全能大先分加内特 有趣的是 加内特出入NBA时 正是在森林郎出任管理层的 麦克海尔选下了他 奥胖加上狼王 这对曾在全明星出现的组合 再次重现江湖 同时博德又可以担任三号位 而拥有乔丹与大门的米勒 选择十分明确 他需要一个空位来调配球权 于是他选择了NBA历史 助攻抢断王斯托克盾 比那时防守更好 比基德投射更转 在米勒选下斯托克盾后 之后的韦伯做出了针对性的选择 他选下了微笑刺客托马斯 只不过韦伯的这套阵容 则是有些奇怪了 因为之前的他 刚刚选下了空位罗伯特森 由此看来 他是准备让大欧打分位了 在之前选下了拉塞尔与皮盆的科尔 也有自己的思路 因为两人的防守属性十分的强悍 但进攻能力比较一般 所以科尔十分的清楚 他需要一个关键时刻得分 同样防守不弱的球员 而这个人就是黑曼巴科比 皮盆与乔丹搭档过 那么他与科比的组合 基本上也能实现无分陷阱 再加上指环王拉塞尔 科尔这只球队的化学反应 可以说到非常的到位 而最后一位 在此前选下了 贾巴尔与魔术师的史密斯 这轮选择了眼镜蛇詹姆斯 沃西的加强版 级博士朱利耶斯欧文 有着魔术师这样的持球天才 加上级博士这样的顶尖 无球进攻手 这只球队或许真的能够爆发出 不一样的威力 前三轮选完后 各支球队的基本框架 也基本确定下来了 相较于前两轮 疯狂收割内线球员的选择 这轮大家都做出了 针对性的调整 像是麦克海尔 用加内特缓解了 前场防守不足的问题 科尔用科比 弥补了球队进攻的火力点 肯尼史密斯 则是用级博士 维魔术师增加了快攻的箭头 最后的第四轮与第五轮 肯尼史密斯 拿下了杰里韦斯克 与德雷克斯勒 不过他这只手发 外线投射能力比较一半 放到这个时代 肯定是要出大问题 而刚刚选下科比的克尔 之后则是选下了 还未夺冠的詹姆斯 科比与詹姆斯 绝对21世纪以来 NB最有影响力的两位巨星 就这样被克尔选为了队友 最后一位 他则是选下了 卡尔马龙 科比詹姆斯皮盆 马龙与拉塞尔 防守强度直接顶天 也不知道谁能突破这套铁桶战 之后韦伯选下了 维尔金斯 与麦克海尔 米勒则是拿下了 海军上将与巴克利 门回门散 组成了上将与大门的组合 让飞出去打三号位 而麦克海尔 依旧保持初心 拿下了 哈佛黎切克 与鲍博库西 而巴克利 则是在最后 选下了米勒与沃西 算是填补上了 首选的艾弗森的坑 于是最终的 各队的阵容 更加不错 那么大家认为 哪是球队的首发五虎 实力更强呢 欢迎留言讨论 我是虎砍球 关注我 带你们持续砍球 我们下期再见